蓝湛嗓音低哑,线线,阿线,线线,我的,是我的,他怎么会不爱他,他爱死为鹰了,黑暗中的日子太难过了,这里他抓住的光,怎么也不会放手的,哪怕是遍体鳞伤,也不会放手,其实身体, 可不知为何今日会那般疼,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,一颗颗的从眼角滚落,蓝湛伸手去接他的泪珠,将他所有的泪液都吞入腹中,他就像一个瘾君子,魏英就是那唯一的解药,可渐渐的,蓝湛似乎察觉出不对劲来,手底下的触感虽然温热, 但是魏英紧闭的双眸泪水如注,难以忽视的痛苦也夹着其中,数不清多少次绝食了,这次还当着他的面吐了出来,蓝湛以为魏英是厌恶他到如此地步才有此反应的,可现在好像不是这样,他心里涌上无限的恐慌, 退出,可那人脸上的痛苦没有因此减少分毫,眼睛仍旧紧闭着,线线,线线,别睡,他轻柔地将人抱在怀里,迅速给他穿戴好,疯狂地传唤御医到来,这一夜的皇城,注定是个不眠之夜, 御医给魏英诊断,纷纷摇头,没了活的意志,就不回来了,蓝湛双目赤红,眼中满是阴翼,给孤旧,就不回来,你们都要下去给他陪葬, 那一夜皇城的血如倾盆的水,从长长的登天梯流遍整个大地, 魏英咽下最后一口气时,蓝湛满脸阴郁,如同地狱中爬上来的恶鬼,死死盯着他柔和的面容,那微微上扬的嘴角,似乎在说着离开他的喜悦, 怎么敢的,他不允许,线线,你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了吗?不可能的,我会纠缠你,永远,似乎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话,蓝湛没有将魏英下葬, 而是花费巨资,将这所华丽的宫殿冰封起来,给魏英打造了巨大的冰床,延缓他尸体的腐烂, 他找来可保湿深不朽的珠子,让魏英寒入口中,蓝湛会日日夜夜地来着寒冷的宫殿,握着魏英冰冷的指尖,一点点地描摸他的面容, 他眼底的痴狂一日比一日严重,甚至有时会忍不住亲吻魏英的唇瓣, 虽然没有平日的柔软,但同样还是会令他着迷,他一日比一日过分,也一日比一日地荒废, 他残暴嗜血,朝堂上有不顺心的,几乎立马见血,没人敢忤逆这个帝王, 朝中勾结贪污严重,百姓民不聊生,蓝湛都不理,他在乎的只有那冷冰冰的人, 他之前五不热那颗心,如今连身体也五不热,天下大乱,战火纷飞, 王朝覆灭时,蓝湛还是在陪着魏英,殿外喧嚣四起,正一步步朝这里逼近, 蓝湛的眸子如同死寂的湖水,没有一丝波澜起伏, 好似这即将被颠覆的王朝不是他的一般,那双眸子只有在面对魏英时, 再会有剧烈的反应,轩腾大浪的潮水要将魏英的身体吞灭, 指尖痴迷的榴莲在魏英的脸上,蓝湛低雨,现现,很冷吧, 很快就不会冷了,你要等等我呀,别走得那么快, 漫天的火光充斥整个大殿,蓝湛紧紧将魏英抱在怀里, 低下头亲吻他的额头,现现,我给你取暖, 他捧着魏英的脸,含住他的唇瓣,火蛇蔓延到冰床时, 蓝湛再次紧号紧号魏英的身体, 他闭着眼眸享受,发出一声舒适的叹味, 睁开的眸里满是浓浓的欲望,他咬住魏英的唇瓣, 吞噬那冰冷的血液,现现,别想摆脱我, 赤红的火星烧到蓝湛后背, 他将魏英紧紧按入自己的怀里, 他们S体结合在一起,永远也分不开了, 最后一颗,蓝湛温柔的亲魏英的脸颊, 将他的发丝撩到耳后,现现,是不是好热, 忍一忍,很快就好了,烈焰将他们吞噬, 现现,我去找你了。